水貨客搶救奶粉令奶粉短缺 在這場中港奶粉戰中 政府採取非常措施 限制16歲或以上人士 但超過兩罐有嬰兒配方奶粉離境 第一 它根本就是我們需要打擊的對象 高永文表示 自從3月初實施限量令後 搶救奶粉情況已經緩和 他擔心法例一旦加入日落條款 會向奶粉商和水貨客 傳遞錯誤信息 最終搶救潮重現 改善供應鏈 那條例就會自動失效 而對我們水貨活動或水貨客來說 信息我更加擔心 即是可能會令到一些水貨客 是會覺得 在指定的時間 條例失效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可以捲土重來 高永文說 現時政府積極與奶粉商討論 完善本地奶粉供應鏈 透過在我們香港供應鏈的四個環節 我已經提出過 第一就是整體的供應 第二就是零售鏈的補貨機制 第三就是預訂訂購奶粉的熱線運作 第四就是在零售點提供了定點的預訂 他說若果機制能確保本地父母 有足夠奶粉供應 才會考慮撤銷條款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帶移民報導